唐朝真的以胖为美吗? 杨贵妃的真实体重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唐朝是一个气势辉红的时代 它的伟大不仅在于万国来朝的强大 还在于坚收并蓄的繁荣文化 唐朝的文化是辉红大气而又特立独行的 这一点在它的审美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古代大多数朝代都以瘦为美 就算不瘦至少也要做到秀美飘逸 否则便不可能列入美女 唯独唐朝在传统观念中都认为她以胖为美 许多胖女孩甚至因此发出感叹 恨自己为何不生在唐朝 否则必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 不过实际上唐朝以胖为美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唐朝以胖为美的观点由来已久 但有趣的是 基本上没有唐人说过自己以胖为美 最能证明他们以胖为美的 似乎是诗人用环妃艳兽来形容杨贵妃 以及资质通鉴中素有肉体 天资丰厌的刻画 除此以外 出土的唐朝壁画上的女子 大多比较雍容华贵 姿态风云 妖之魂元 这些是主张唐朝以胖为美最有力的证明 然而这也就说明了唐朝以胖为美的说法只是后人根据古话以及对杨贵妃形容的猜测 实际上唐人并未说过自己以胖为美 那么唐人以胖为美的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大家好 这里是纵观史书 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唐朝以胖为美的审美观 与我们所认为的肥胖 其实并不是一个概念 而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了 杨玉环是华音望族杨家的千金 从小家里就请人叫她学习各种才艺 不仅能歌善舞 还很有学问 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孩 她的美貌就像一朵盛开的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在当时的社会 美貌的女子往往被看作是一种财富 会被用来换取更高的地位和权利 杨玉环的美貌也让许多人趋之若鹜 想要追求她的芳心 但是她并没有被这些人迷惑 而是专心于学习和自己的才艺 在她17岁那年 杨玉环受邀参加嫌疑公主的婚礼 这也成为了她的转折点 在这场盛大的婚礼上 她遇到了受亡礼貌 一位英俊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王子 她对杨玉环的美貌和才华深深着迷 决定要追求她的芳心 李茂不惜一切代价 请求唐玄宗赐婚给杨玉环 杨玉环嫁给李茂后 因茂美被唐玄宗召入宫中 为了让杨玉环能够得到一个正式的名分 唐玄宗令其出家为女道士 斩断红尘 而后又重新将其策立为贵妃 从此杨玉环就成为唐玄宗后宫的第一人 后来杨贵妃因为骄纵得罪了唐玄宗 就被送回娘家 然而玄宗很快就后悔了 当天晚上就派人将贵妃接了回来 两人的感情又恢复如初 四年之后 因为杨贵妃的家人嚣张跋扈 做出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 唐玄宗再次将杨贵妃遣送回娘家 这一次 唐玄宗没有像之前那样 很快就将她接回来 反而做出了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杨家人以为 这次唐玄宗是动了真格 当真要和杨贵妃决裂 就马上赶到宫中 去向皇帝请罪 唐玄宗没有做出表示 杨家人就黯然回府了 杨贵妃更是整日欲以寡欢 此时 唐玄宗心里已经有些后悔了 正好有一个名叫吉温的人 去找她求情 说贵妃在宫中 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事情 唐玄宗立刻接过了这个台阶 派人前去探望贵妃 还为她赏赐了很多珍贵的宝物 又过了几天之后 唐玄宗终于将贵妃接了回来 直到安史直乱 安禄山以清军策为名 出兵长安 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亡蜀中 途中军中发生滑变 将士们一致要求 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 唐玄宗围求自保 只能赐下一条白领 令杨贵妃自意于马为坡 这正是六军不发无奈何 婉转俄美马前死之故 一代爵士美人香消玉允 但她的故事却没有结束 后世无数文人默克描绘过她的爵士容颜 无数文学作品撰写过她的人生 杨玉环也成为了唐代人审美的集中体现 以胖为美的经典代表 据耶使记载 杨玉环的真实体重 大概是110至120斤左右 身高在163的样子 那么这样看来 杨玉环应该属于丰满的类型 而不是传统认为的 若柳浮风的美女形象 李白曾经再见过杨玉环之后 写下了云响衣长花响容 春风扶兰露花浓的诗句 同样可以看出来杨玉环容貌之盛 有人说杨贵妃是一个胖美人 可见她的身材十分丰满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据传说杨贵妃身材高挑 面容娇好 容貌清丽 眉目如画 真是容色绝世 天下无双 她的双眸如水 皮肤白皙如雪 肌肤细腻如玉 自然散发着一种迷人的气质 更难得的是 她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 显得更加动人 当她轻轻一笑时 整个宫廷都仿佛亮起来了 杨贵妃的美貌 不仅让唐玄宗沉迷其中 也让许多文人雅士倾心于她 他们争相写诗引勇 称颂她的容颜 将她视为各自的梦中情人 那么真实的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许多人都认为 唐朝以胖为美 但实际上 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在当时的审美观念中 体态丰满才是美的象征 也就是说 微胖是被认为有吸引力的 然而 对于杨贵妃这样的美女来说 丰满的身材 只是她惊人容颜的附加优势 那么 为什么唐代的审美 会有了如此大的变化呢 这是因为掌权者为李氏家族 李唐王誓言流出于嫡仪 具有鲜卑族的胡人血统 他们所处的胡汉关隆集团 是胡人和汉人 共同混居组成 李世民更是被称为天可汉 而且 鲜卑族是一个擅长于 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 族中的女性 普遍身材高挑 而且同样崇尚武风 之后 李唐王誓定督于胡风 和北方汉风盛行的观中 李渊在卫视唱 导北方的胡风和审美习俗 相比起龟秀里鲜弱的女子 胡人更欣赏马背上的壮硕的女人 因此 唐代初期 人们对于女性的审美观 才逐渐发生了变化 以壮硕为美的胡风 逐渐成为主流 之后 安史之乱爆发 南方的汉风审美压过胡风 国仇家乱 是文人们对胡风持批判态度 于是 唐朝的审美 再次回归于以寿为美 所以说唐代的审美 并非是简单的以胖为美 而是在不同时期 有着不同的变化 从整体上来看 唐朝时期的女性审美 经历了以瘦为美到以胖为美 最后又回到以瘦为美的过程 所以 杨贵妃之所以成为历史上 最具传奇色彩的美女之一 不仅仅是因为她的丰满身材 更是因为她独一无二的美貌 她的美丽之所以能够持续千年 是因为她的外貌和气质 所散发的魅力 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唐朝时期 人们的审美标准 与现代有些不同 但是对于女性的美貌认知 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人们总是被漂亮的容颜所吸引 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美貌都是女性最有用的本钱 然而即使是在唐朝 也不是所有胖美人都受到欢迎 事实上 当时对于女性的审美 还是比较苛刻的 虽然有一些人认为 胖一点的女性更有魅力 但是大多数人 还是喜欢体态匀称的女性 杨贵妃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传奇 除了她立志天成的外貌外 还因为她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美貌 现代女孩们 想要变成唐朝胖美人的想法 可能有些不切实际 但是在任何时代 美貌仍然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资源 而在现代社会 胖一点并不一定会影响美貌 许多人依然欣赏具有格性 自信和健康的女性 这些特质在任何时代都是重要的 因此 即使审美标准有所变化 人们对美的追求仍然没有变化 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不同的美的标准 和审美观念不同的时代 地狱和文化背景也会对美的定义有所不同 在唐朝以胖美美的说法 虽然流传了很久 但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胖 唐代人所理解的胖 更多的是指体态丰满 或者说是微胖 而不是肥胖 杨贵妃虽然被称为胖美人 但她的身材实际上也只是丰满 这种丰满的身材 反而更加有韵味和美感 然而 现代社会的审美标准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 瘦材是最美的 许多女孩子为了减肥 甚至不惜付出健康的代价 但是 我们也应该明白 真正的美不在于身材的苗条与否 而在于自信 自爱 自强 胖并不一定等于丑陋 瘦也并不一定等于美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丽之处 只要懂得怎样去发掘和塑造 杨贵妃的美 除了她身材的丰满 更多的是来自于她 天生力至男自弃的容貌 对于女性来说 颜值是最重要的资本之一 好看的人 不仅容易获得别人的注意 和赞美 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但是 我们也不应该紧紧关注外表 而忽略内在的修养和才华 只有内外兼修 才能成为真正的美女 在现代社会 大多数女孩子 可能不会像杨贵妃那样 被认为是胖美人 但是她们 同样可以塑造更美的自己 无论你的身材是瘦是胖 只要你有自信 有爱 有追求 就能展现出不同的美丽 成为自己心中的美人 是胖美人 在那边 是胖美人 但是 是胖美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